政府在2017-2018年度估計錄得盈餘1380億元 正如我在去年的財政預算案指出 處理年度盈餘的時候 我會審慎考慮這些盈餘的來源和性質 並會因應外圍和本地的經濟情況 以及社會的需要和市民的期望 作出平衡的分配 今年我秉承同一個理念 會將預計盈餘 預計的年度盈餘之中 接近四成 和市民共享 其餘的 用在改善服務和投資未來